英国白金汉宫宣布 康乌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已经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任命为英国国家剧院的 新皇家赞助人 此职务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本属于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 但在她和丈夫哈利王子 决定辞去王室高级成员职务后 女王剥夺了他们继续代表王室 为公众服务的权利 据英国媒体报道 卡米拉的新任命代表梅根 永远都不会重新返回王室 或者说 在女王开始重新分配 曾属于她的职务后 王室可能已经 不会再欢迎和接纳梅根 卡米拉的国家剧院赞助人职务 是梅根被重新分配的第一个职务 预计在今年剩余职务 也将被转交现任 再职成员 这意味着 梅根即使在未来想要重返王室 也无法再拥有这些 代表着荣誉和地位的职务 甚至王室可能都不会再允许她 承担职责 在所有职务都被重新分配后 梅根所保留的 只有她的私人赞助职务 包括她与Smartworks 和Mayhew两家机构的合作 但随着这位公爵夫人在英国的人气越发低迷 并且在2020年3月之后 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导致与她合作关系的英国机构也颇有微词 如果在近期内 梅根无法为他们提供实际性的帮助 预计他们也将选择其他人取代梅根的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王室不再欢迎梅根 但却随时为她的丈夫哈里王子敞开大门 在2020年 哈里与女王签订完退出协议后 这位老人曾告知她的孙子 无论何时 她都可以重新回到王室 而她的父亲查尔斯王子 也曾做出承诺 在她继位后 哈里仍可以作为王室核心成员工作 据称 女王早在去年上半年 就已经决定好了 应该由谁来接替哈里离开后 空缺的多项荣誉军衔 但这位老人却迟迟没有公布 只在今年2月 宣布让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 接替了哈里英国橄榄球联盟的赞助人职责 当然 这并不代表女王将为哈里 永久保留这些重要职务 但她很可能会将他们交付于一位 将在未来被剔除的在职成员 比如 威塞克斯伯爵 爱德华王子 这样 哈里在未来也有重新拿回军职的可能 除了女王和查尔斯王子之外 英国民众对于哈里梅根也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英国媒体随机选择受访群体进行的调查中 支持梅根重返王室和重返英国的人只占极少数 但希望哈里重新返回王室的却达到了60%以上 并且其中大多数希望哈里和梅根离婚独自返回英国 虽然外界有很多关于哈里王子和梅根感情出现问题 王子对美国生活不满的传闻 但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准确的消息称哈里想要重返王室 并且由于对安全的担忧 哈里还拒绝了在本月返回英国 出席祖父菲利普亲王的纪念仪式 颇有与王室以及王室家人们彻底划清界限的意思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叛逆引发王室强烈的大地震 但这对于卡米拉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哈里王子本来对卡米拉就有成见 卡米拉毕竟是抢走她妈妈的女人 哈里王子也是为了避免她母亲戴安娜王妃的事件在王室重演 她毅然决然地跟着梅根离开了王室 来到了美国 在失去菲利普亲王之后 伊丽莎白女王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王室的事务 她更多的是让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代办了 有很多英国民众希望 女王直接将王位传递给威廉王子 但是女王并不想这样做 因为这不符合王位继承法 也不利于王室内部的团结和发展 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开始尝试接受卡米拉 并且公开默认 查尔斯王子一旦继任国王以后 卡米拉就可以成为新的王后 这让卡米拉感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 终于得到了女王的认可 卡米拉用行动验证了中国那句老话 只要功夫深 铁杵也能磨成针 但是查尔斯王子心里清楚 赶出王室的哈里王子和梅根 对于卡米拉可能还会制造麻烦 因为哈里王子准备出版自己的自传 不出意外的话 他肯定会在书里 对卡米拉进行很多不好的描述 这对卡米拉的形象和声誉 都将带来很大的影响 查尔斯王子不能任由哈里王子 这样胡作非为 在王室成员都对哈里王子和梅根 进行排斥的时候 查尔斯王子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 他希望在伊丽莎白女王白金喜年庆典之时 哈里王子能够带着梅根和两个孩子来到现场 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哈里王子和梅根曾经多次指责和批评查尔斯王子 甚至将他母亲戴安娜王妃的死 完全怪罪卡米拉和他的父亲查尔斯王子 但是查尔斯王子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 他心里依然深爱着卡米拉 他不想让卡米拉在这个关键节点节外生枝 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恩怨 向哈里王子和梅根示好 希望他们不要揪住卡米拉不放 给卡米拉一个名正言顺的王室身份 提到王太后可能没多少人知道 但是提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 可能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女王非常节俭 可她母亲的生活太奢侈 相信大家都知道 英国王室成员是非常节俭的 女王就是最佳典范 她的一个包包能用上四十年 用二手的床单和被套 经常还会吃剩饭剩菜 总会记得随手关灯 就连查尔斯王子也很节俭 她曾穿过打补丁的衣服 女王的母亲可不一样 她从来都不节俭 女王母亲可不是省市的主 她一年到头都在用钱 还把钱花在了奢侈的爱好上 像她就花了上千万 在法国香槟 赛马 还有派对上 另外 她还买下了五座城堡 其中一座城堡的价格 竟然高达一亿六千万 该城堡每年的维护费用 都上百万了 令人惊讶的是 女王母亲买了上面那座城堡后 一年只在那里住六个星期 住要住最好的 吃当然也要吃最好的 她经常会出现在伦敦一些高级酒店 例如克拉里奇酒店和伦敦利兹酒店 除此之外 女王的母亲还有很多人伺候 据称 她身边的仆人非常多 有八十个人 女王母亲过如此奢华的生活 当然钱花的不少 她一年从英国王室领取五百四十万的补贴 可是这远远不够 其他的钱从哪里来呢 女王会帮她出一千到两千万 而她最爱的孙子查尔斯王子 也会为奶奶掏一小部分钱 这些钱足以给她支付身边一部分仆人的工资了 女王母亲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 可能具体的数目没人知道 但至少会不少于三千万 有一年 银行寄了一份账单给英国王室 上面显示 女王欠了银行三千万 都透支了这么多钱了 她还是不愿意减少她的花销 或者通过变卖首饰来偿还欠款 要说 这花钱的速度 那还真是除了她 没谁了 连英国王室最花钱的梅根 好像也没她那么会花钱 凯特王妃就更不用说了 看到母亲花钱如此大手大脚 女王曾非常的生气 不愿偿还母亲的巨额账单 可女王终归是王太后的女儿 哪有女儿向母亲发脾气的道理 最后她还是必须妥协 所以 女王母亲花起钱来 就更加大胆了 女王的爱好都如此烧钱 所以她非常爱钱 一度还想为了掌握英国王室的财政大权 想要做女王 在她的丈夫乔治六世去世后 她开始和女儿争夺王位 后来被当时的英国首相给制止了 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看到这一幕 想了很多的办法 才让王太后把王位让给女儿 据称她最后是给了她一笔钱 才摆平这场闹剧 女王母亲花了英国王室太多的钱 可到她女儿这一辈都开始提倡节俭 在女王的带领下 王室成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奢侈 变得越来越受英国民众的喜爱 从女王的身上 我们没有看到她母亲的半点影子 很明显 她没受到母亲的丝毫影响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这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